今天是2002年2月23日 星期日晚 不要說上日子 前兩天有推測 蘋果日報有絕密檔案 就說阿琳塔的阿達小報告 先說清楚 我這裡沒有任何內幕消息 只是一個傻佬在斷鼓的推測 亂想 不要太執著 適合人就聽 過往大半年出現的情況很有趣 大家會爭吵是藍色、黃色、吵架 我經常都說 我老J又不是黃色 又不是藍色 我只是號色 因為我經常都說 不是你什麼黨派什麼顏色 就算分了 我們是一個市民 如果你這樣分了 那是不是你做錯事 我都會支持你 不是的 幫你不幫親 如果他是對的 就算他不是我撐開的人 兩邊是錯的 我撐開這個A軍 但這次真的錯 難道說對頭B軍錯嗎 這個就是所謂 一個很禮計的矛盾 道德矛盾 甚至這個民主選舉出現問題 現在當是一個民主選舉 有一個人出來的競選綱領 是對你有好處的 但是會對社會不利的 你投不投他選不選呢 回到一旦 他的綱領是會對社會做福社會的 但是對個人利益是有損害的 你選不選呢 這個只是一個大家去想的問題 算了 然後有一點 這幾 應該說疫情這段時間 大家就 火了 雖然前兩天開了一支香檳 應該還會 希望繼續開了幾支 那 反而特首這個問題 這次會試一下用一個 整體宏觀一點的角度 試一下去想 試一下去想 為什麼呢 我覺得單獨去想 過往其實每一個特首 其實做些事情 我們都會有很多揣測 有時候有很多罵 等等 但是誰知道經過了這麼多年 發現有一條脈絡很有趣 不要太單獨看 我就剛剛發現一件事 就是這樣 因為在內地的官場 雖然說一 記得說 有些是一個 兩制 有些是一個 兩制 但是上面大家知道 其實他們很多官員 就說 你可以無能 你可以犯錯 但是你是不可以向那些 民眾認衰仔屈服 因為你這樣有選黨的尊嚴 影響了管治威信 所以想到怎樣 但是 開頭大家總是想 這些 我自己這麼想 開頭 這個是內地文化而已 香港應該不關事 那 就算香港的特首 高官 做了契大 認了衰 那 不關上面的事 應該不用這麼介懷 誰知道 我們經歷了四個特首 之後發現 咦? 不是 有些惹味 我們逐個看看 董伯伯 如果哪個深水昔 查回來 我忘記 我還未查 應該是因為 23條 50萬人上街 然後撤回 然後 雖然連任前連任後 撤回 糟糟糕 忘記了 還未終貨 但他就 腳痛下台 這種事 是 想到什麼 會不會因為 向人民 認衰 撤回 所以他提早下台 董伯伯 他的家庭是根正苗熊的 中央是千絲萬縷 一定是 借著去的 所以 一個這麼好的下台 就給他一個位置 不值其 然後你看 曾蔭權 一想一頂 又要說明 只是頂上那個 電時間 又說 不可以有五年 有五年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那 曾蔭權 有什麼有趣呢 他就是 用上面的用語 港英餘孽 那 還有大家知道 他是真的比較 困難的 因為 他 是 跟一個人出來生的 那 不是那麼 理中央那套 上面那套 他跟裡面沒有什麼 大的直接關係 雖然 雖然他也沒有說 向市民說 認罪制性 那些都很強硬 但是 可能 未必這樣看 感覺上 他是 不聽話那種 所以 發現 出事了 到 不用要特首 就抽後選上 大家知道什麼 沒多說 一堂堂一個特首 就在遊艇上坐 有幾大筆鳥 所以 先撿下來 一邊撿東西 一邊做節目 好碎 然後 你發現 去到 梁振英 梁振英 大家都說 他 應該就是 全文是地下黨員 說得很像 很像 而且 也挺有 這個 上面的 歡心 然後 你發現 很有趣 他做到 怎樣呢 很明顯 很聽話 他是跟上面 官場 那套做法 當時 我有想過 會不會 會不會 上面的 當時 還 幾 兩派 還鬥得那麼厲害 他為什麼買 那麼重柱呢 我當時 拋頭 還是 想著 一有不妥 上飛機走呢 後來發現 不是 他是 不是買重柱 他是跟回大圍 那個 正確做法 按本子辦事 就是 不可以 有失 這個 領導 即是 國家 領導 的威信 對 統治的威信 然後 我正在撿 製作 製作 然後 你發現 有件事 最有趣 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最可估計的 應該是得 上面寬心的事 就是 他完全表現出 如何將香港警察 國內公安化 變成公安化的部隊 在國內的角度 示範得很漂亮 在國內的角度 會不會就是這樣 所以 雖然 在一片馬聲中 做完的特首 但是 沒有被人抽後算帳 但是 沒有被人抽後算帳 還算 很穩陣 沒有事沒有幹 現在是否常常用來 嘴巴 來到 現在 這個 阿南太 阿南太 就出事了 真的出事了 大家會否覺得 他做事的方法 是很奇怪的 乖都不合理 又是那句 他也算是港英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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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應該懂得如何 去處理政府的架構 說一下 當日董伯伯最嚴重 是搞了一個 房屋政策 搞了 然後又有高官問責制 只有一個搞字 其實 但是 阿新争拳 或者打學幾個 不會改回呢 下去面 所以明知他有些錯的政策 都繼續錯下去 好了 那你見阿南太 奇奇怪怪地 大哥 難聽你說他上了岸 你中了個頭 進來 政府幹什麼 你不是 所謂人民服務 看見他很強 硬 坊間經常在罵他 但我看看他 好像不太妥 他是不是要貫徹國內做官的文化 他說 當然他有性格的關係 他不可以 保持國內的做官文化 他說 不可以向人民低頭 認臭小子 所以 你叫他用切換字眼 他把他切換 他把他切換 把他切換 把他切換 會不會就是這樣 然後 你見他 嘩 你知 他的身份 是很奇怪的 不扔不扔不扔 你又不是紅底 不像六八九是紅底 但你又不是一個很有power 好像曾靈元 一層能升到第二把交椅 頂上可以正常 他又不是 古靈精怪樣樣樣 不到扔 他就是為了要保持官常文化 但是最慘的是 因為他這樣的身份 會不會就是西環很多東西 是不放手給他 大家發現 在去任內 六八九年代西環是經常出來的 很明顯就跟六八九 很默契 但你見 林大就好像整人在西環一樣 奇奇怪怪 會不會是正常的 所以警隊 某程度上 變成了 不是 只是跟他給他面 派對面 那一層 跟他 粉絲 真是千絲萬縷 好 再下去 事情會如何發展 真是 想不到 我不是跌了一把刀 因為是虎毛的 搞完卡普圖 就是虎毛 現在來到疫情問題 不知為何很有趣 既然 坊間有一種說法 就是武漢實驗室 試了病毒之後 故意放出來 然後 做一個試驗 看看如何鎖過 我一聽到 不要開玩笑 這個 不是鼓勵 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所有這些 疫情 重災難 潔荒 瘟疫 全部都是 極權政府的天敵 是真是阻止他們的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 你聽到其他評論 都是因為說 咦 之前 弄得很亂 現在又來了疫情 哇 每個人都說 天滅中共 等等 死狗狗 切齊 因為真的 沒有可能 一個政府 這麼笨 在自己的地方 故意放生化病毒去試 雖然 雖然 生化武器 大家有看巴沙沙 但是 現實中 是沒有哪個大國 就算研究了 是夠薑去用的 因為 就算你是打敵對 我家底用這些 它會被人民覺得 總不道德 會全世界譴責 很嚴重 但是發現 這件事 我上網查看 武漢這個是P4研究所 病毒界的研究所 那就不同了 大家自己去查吧 很簡單 P4研究所 原來就是國際上 最高級的病毒研究中心 那些 那些 天花 伊波拉 那些 是由這種 四級 最高防備的研究所 才可以去做試驗 大家可能 有些人沒有遺疑 國際新聞 就不知道 因為 天花被宣布 已經在地球上消失了 所以現在 新一代的人 是沒有打 這個天花疫苗的 相差太遠 但是在一些 P4實驗室 還是保存了 天花的病毒 在這裏 病毒 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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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做試驗 所以 前段時期 因為 恐襲的問題 是有人擔心 會不會 恐怖分子 搶天花病毒 出來 一散出去 絕大部分人 都沒有抗體 很嚴重 從這個 那時候的生化危機 大家都擔心了 然後 整整 不妥了 我看過一篇報道 就是 1981年 有一個媒體 去武漢實驗室 採訪過 這樣 一看 爺爺 這個實驗室 是新的 不是開了很久 再想想 然後 大家知道 之前有一個新聞說 有一個華裔的女科學家 被指控 偷取了美國 一些 P4實驗室 有原始的病毒 偷運到中國 其實 整件事聽到 這個 只是 古 有一個很大的 陰謀論角度 因為 如果任何國家 你主動 扔生化 武器 過去 一定 被自己的國民 都罵死你 但現在 不是 我故意放水 你喜歡 去買通 世衛 然後 好大 氣功 又要建立P4實驗室 就被你建立 即是 上面的人 做事 大家都知道 要弄得這麼精密的隔離絲絲 肯定是 核電廠都會好些 因為 工作的人都知道 是輻射來的 會驚 但是 這些 我都在實驗室做過 即是種菌房 這些菌房 我都做過 那就是 基於戒備道 你那個人的心態 要知不知 在做什麼 這個 不詳細解釋 那 陰謀論的想法 會不會 其實是 故意放水 讓你 建立P4實驗室 然後 故意讓你 偷到病毒回去 因為 今次這個病毒 是五毒合一 而 當初 有人反駁 說 不是武漢實驗室做的 因為 中國 未有這樣的技術 那 可否 就是 那個 所謂商業間諜 那個女學者 偷了她 那 弄一弄一弄一弄 爺爺 穿穿和麻 會不會 幕下 有人 故意 當然讓你建立P4實驗室 然後 便 把這個 放水 偷了病毒 還會穿好 但 又不是做好 又 怎樣怎麼 因為知道 一定會失手 拿到 之後 就不可以切開來玩 在這試 一定很容易洩漏 這樣 你会说,不是,那些搞阴谋的国家,那些西方国家,他们都可能自己会出事 但是你要知道,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度来说,阴谋论,他自己国家人民牺牲些少,通常他们是觉得没问题的 究竟事实是如何呢?可能将会是一个永远的迷 总之现在就说,先收拾一下 还有一只,有 都是常常的玩意,可能是一个永远的迷 只希望大家自民多福 之前也说过,会不会林太太这次不肯封关,就是在握炒 这件事,医护那边,我上次跟医生聊天就很吵 我觉得,全世界搞一些所谓的罢工,抗争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怎样,香港的做法真的很奇怪 会,你那个工会或者你业内人士,开一大轮会,可能要搞整个星期 然后得到一个决议出来,然后就要再跟政府约一个时间出来开会 然后约不到,为了对方say low,不来的了,不肯出席了 那你再要开一次会,应该怎样做呢? 又要投票啊! 哇,后来搞几长时间了,摊到冷了 那好了 咦? 哦,这里 那大家今次医护本来说罢工要求政府封关 最后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要拖出这么长之后 还有一个香港的罢工有一个特色 就是那个单位或者移民人士 一定的 就算罢工,我们是要以不影响市民运动 阻止市民正常生活为一个大前态 所以大家看到之前很多少年去抗争的时候 有些人可以很风骚地说 但是之前不是说话 呃,我还是赞成和不介意 赞成你们去抗争的 是被掌上民族的 不过不要再打工 所以就会有些这样子 有些有些帮忙的事 抗争的时候 这一段还需要这么小的地方 怎麽可能不阻止你呢? 怎麽可能会受影响呢? 所谓兵桂神速 如果要弄抗和裁工 當然一旦就說,你現在看得多,拿槍出來,拿槍出來對著你 說不說,1,2,3,砰,就打死你 會不會拖這麼久呢? 拖得這麼久,今次大家看到是怎樣? 不停有些所謂政黨,或者所謂藍絲的醫護派,就說他們是逃兵 莫視大家,市民的生命安全,都來過道德綁架 結果輸到什麼地步,大家看到了 完全輸了,因為你不是1,2,3,5就想 你完全給了時間,事前又可以發出警告信 你們不可以這樣罷工,我們會保留追究權利 據說,現在林仔仔已經發了命令和醫管局 說要踢除了害民之馬 這次看看你們是否夠齊心 如果那些所謂黃絲派的醫護 那我就攬炒一起砍炮 去完炒一起砍炮,我就留回藍絲 在這裡慢慢對著那些肺炎 好了,然後,最後一件事要說回來 然後,林鄭呢,她最近出席很多活動 又不戴口罩等等 那些人就說她省口罩等等 大家不要忘記 這麼無面法的上訴還在進行 這麼無面法,那裡的規條 有部分情況是可以豁免 譬如一些執法人員,記者,或者健康的理由 其實說白一點的話 你沒有病就不要戴口罩 不要蒙著臉 現在講簡單一點的說法 好,這樣就出了事了 沒有病就不要戴口罩 那麽林鄭現在沒有病 那麽她出席一些公開場合 如果她自己戴口罩 那麼她這個 這麼無面法的上訴是怎樣 她要用緊急法定立自己 自掌嘴巴 所以被迫著就頂硬上的 怎樣都要 被迫著就頂硬上 這東西可以嗎 差不多了 這東西可以長一點 那麽 然後前兩天大家開香檳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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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些病毒 嚴格而言而言 是灰塵 那麽 然後就摸了自己的膜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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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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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到時的醫護,就算他們不罷工,但是你搶好好的裝備,你們都罷了他們用了,他們慘了事 到你自己有事的時候,誰來關照你,甚至不要說慘了事,好像剛剛那樣,有一堆東西要隔離 在隔離情況下,可能前師傅,防禦裝不夠,口罩不夠,一套衣服都穿進去 去過那邊,跟確診的病人,探完熱,搞完一輪,我身上黏了菌,那些病毒可能因為不夠衣服,不換衣服,就跑來和你探熱 可能會這樣交叉感染在這裏 所以有些事情,上次集說過,你不是霸佔好用的,你是有些錢才做,有人當然是讓他們用 這樣才保障自己 不知道,中華就是這樣,你保護了別人,其實就是保護自己 你不要以為抱著這些東西,就是保護自己 有時越抱越多,你寫得更快 好,幾個不同的角度,嘗試去分析去探討 又說一次,完全自己斷古而已,還在玩公仔模擬一起 大家自己的評價,夠了鐘,剛剛好,走人 大概就不會踪到很多時間 先把兩包沒我想的去做